是不是很清楚 其實這個程式設計為什麼一定要列為必修 而且是不分任何科系 所有人都要學 以前是一定要必修國文或英文 現在的話變成程式設計一定要必修 而且是四個學分 首先的話大概 最多人的選項為什麼要必修這四學分 知道但不清楚的最多 不太清楚為什麼 其實大家應該可以理解吧 因為現在你會發現所有東西 幾乎幾乎 這個 所有的應用 幾乎跟電腦應該脫離不了關係 然後跟網路也應該脫離不了關係 而且所有的應用你會發現 慢慢你可以常常聽到所謂的那個大數據 或者AI的人工智慧 或者甚至雲端 這些相關的應用其實是相當的廣泛 那背後的運作 基本上都跟程式設計脫離不了關係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你希望能夠 很快的處理完一件事情的話 那在電腦上面你就需要用 如果你不希望土法鏈剛浪費時間的話 那其實利用程式是非常快速的 那程式有個最大的優點 就是你可以讓它重複跑 你可以控制呢 跟電腦說我希望呢 你幫我把這些所有東西處理完畢 它會瞬間就全包幫你處理完了 不過前提是你要會寫對應的程式 如果不會的話你就會變成你要重複一直做 像我發現有些職場上面很多不會寫程式的人 每天都在那邊 一個早上的事情其實會寫程式的人 一個早上的事情其實大概幾分鐘內就可以搞定了 但是不會的人 就是一整天都在做同樣的事情 那一天做完就算了 明天還要做一樣的事情 後天還要做一樣的 那你寫個程式你就一勞永逸了嘛 但問題很多人就是不會寫程式 而且這種人在職場上還非常多 尤其是有些老一輩的人 他也不想學了 他想要等退休 所以其實你們其實有蠻多的機會 就是千萬不要走你們以前上一代的人老路 如果你走老路的話你已經沒有機會 因為你跟上一代人都一樣 你無從比較 所以如果你要有一個新的機會的話 那你要會一些新的東西 新的科技 那這些東西的話慢慢會越來越普遍 所以第一個可能要稍微了解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門課的必修 第二的話呢 你知道畢業一定要修兩門 所以也就是說你們在畢業之前 一定會有可能至少會有兩個學期一定會看到我 這當然還是不好 這當然就見仁見智 因為你們很多都新生 有一些學長姐 老面孔我見過面 但其實我不是那種會刻意刁難學生的老師 你只要給我你應該有的東西 我會給你應該的成績 大概就這樣子 而且我打成績 力求公平公正 你有多少努力 我給你多少分數 而且盡量就是 也會盡量知道說到底你是不是有真的花力氣 不過因為你們人數這麼多 我不可能完完全每個人都非常了解你們 但是至少我會看到的是你量化的結果 比如說你有做作業 你有教 你什麼時候教 你教多少作業 做得怎麼樣 那個是可以看到的 但不能看到是 其實我很擔心說 你是不是有找別人幫你做 或者是說你這個做的過程當中是不是很用心 這個其實很難去評估 但至少我看到的 那我會給你一個分數 還有就是說你有沒有來上課 如果你通通沒有來上課 那當然我也不太可能給你一個好的成績 大概是這樣子 那也就是說我們這門課程 基本上我剛剛有提過 會分成有四個成績 其中兩個就其中其末 各佔百分之30 然後呢另外呢 這個你的作業成績 作業成績的話呢 那就是佔百分之二十 所以如果你沒交稅 你二十分可能就沒有了 另外第四個就是你的那個平常成績 包含你的初缺情 還有平常表現 初缺情的話就是你們來上課 很清楚的 另外的話 就沒有點名嘛 你點名不到 OK 然後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你跟我互動 比如說至少要讓我知道一下你是誰 還有我至少常常看到你 那我因為我其實 我的視野沒有那麼大 所以如果你做越前面的話 對不對 分數越高 如果你越遠 可能我感覺很陌生 好像我看不到遠方 因為人頭變小了 我看不太清楚 所以前面有時候 熟悉的面孔 我偶偶會注意一下 記得你的名字 期末的話 會加減給你多一點分數 OK 這有必然關係 所以盡量的話 可以 往前做就往前做 那往後做 我會懷疑你的動機 為什麼 你一直往前做 離我這麼遠 而且 還有啊 你做的是 面向我的 就是讓我看到你的螢幕 跟沒有讓我看到你的螢幕 可能我也會有一個成績落差 因為我 我看不到你 我那邊沒有鏡子 我也不知道說 你到底有沒有在做練習 OK 不過啊 當然就是一個公平性的問題 不過前提還是希望你們主動學習 這門課程啊 其實說真的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的 但是如果你會了 我相信你將來 會在你的各個領域裡面 有很好的表現 好 那還有呢 再來就是 你對哪個課程有興趣 因為剛剛看到 這個是你們 對於這個 這個學分的認識 第二個就是 你有興趣的課程範圍 最多最多的是這個 大家好像都入門 為什麼 我剛剛看了一下程度 大家的程度 百分之88 基本上都是什麼 都是這個 非常非常入門的 好 那進階的話大概9.6 然後會一點點其他的 還有甚至有人把 會打LOL 這打上 這有比較厲害嗎 好 反正也是一項算技能嗎 也不算技能嗎 這算什麼 會打LOL 這算 興趣嗎 好 算了 OK 反正每個人 其實會玩 其實會玩喔 玩得很厲害 至少你要也要會 該學的東西要會喔 像 這個就不多說了 因為我自己有小孩 我常常也會念我小孩 有小孩每天也都一直在玩遊戲 但我會跟他講說 你會玩沒關係 那他也很想要學程式 於是的話我就買了一些東西給他 我就說我跟你一起玩 然後引起他的興趣 他就會 他說如果你要學程式喔 你先把兩個東西至少要學好 第一個你英文程度要好 因為 程式 就是所有都是用英文 撰寫 還有一些文件也是英文的 第二個你可能數學也不要太差 當然不是說你一定要數學非常好 但數學也不要太差 基本的 那你對於未來有沒有做準備 最多的是這個 這個什麼 不知道 因為各位還是從高中身上來 高中階段 希望你趕快能夠進入大學的狀況 OK 其實大學喔 象徵的就是說 你已經自由了 也就是說你不會再受到很多老師的 什麼 也所有一切他必要盯著你 但現在老師都不太盯你 但是你就要 無時無刻自己盯自己 也就是說你要知道自己將來要做什麼 可能要做一個規劃吧 或者的話大學四年很快一眨眼就過了 那我最近也還在思考說我那個時候那個大學研究所時期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因為那時候很忙忙著都忘記要把它記錄下來 現在回想其實還倒也是有點可惜 那時候其實應該把它寫下來 每天寫日記嘛 OK 那已經有充實了 所以 我們這個班的同學喔 這個 其實落差還蠻大的 有在充實的跟沒有的 其實是一半一半 所以是 有一些是黑暗的力量 有一些是光明的力量 這兩股力量喔 正在互相的衝擊當中 我是希望喔 光明應該會戰勝黑暗 對不對喔 OK 所以喔 希望喔 比較積極的同學趕快去影響那些喔 還在打LOL的同學 OK 玩是可以玩啦 不過那個一玩下去不得了 有時候都沒日沒夜的 半夜也在玩 玩到天亮還在玩 其實我以前玩過那種遊戲 但後來發現喔 玩得很厲害又怎麼樣 每天把自己的同學打得落花流水 OK 他們一直不讓他練 但最後打贏了 有什麼 有啦 睡眠不足而已 然後隔天起不來 或者精神不計 然後日復一夜每天都這樣子 OK 嗯 也是過去曾經有 但後來發現喔 這個時間花有點 不是那麼值得啦 OK 好 那其中考試希望以哪一個方式進行 比較OK 最多人選項的是 繳交書面報告 其中喔 然後另外有 有 還蠻大一部分是希望上機測驗 比較少數是上台報告 其實以往我比較少請同學上台報告啦 不過這一次我想要做一點 做一點延續啦 是不是 我是希望是不是有點改變啦 OK 但我不知道要怎麼改變比較好 翻轉嘛 其實有的時候機會就是從翻轉當中得來的啦 其實有的時候你真的不要一直延續以前的舊思維 所以我像我的習慣是每個學期都一定要有一點不一樣 生活的話如果沒有一點不一樣的話 那感覺喔 活得跟行思走路沒兩樣 所以你要想想看你今天又跟昨天比喔 有沒有那麼一點點的不一樣 那個不一樣不是說變壞喔 要變好的部分 好 那期末希望哪部分為主 還是最多人 上機比較多 假招報告稍微少一點點 不知道 不知道 不了解 西家家 不知道 底下什麼 都不知道 有啦 有寫多一點的 OK喔 有寫貪吃舌的 OK喔 然後有用一些比較厲害的東西 思議員 思議員其實也OK 但是思議員其實有點 對各位來說有點太難了 還有用到Python 喔這同學 還有學到Python 這現在很夯的東西喔 然後也有同學是用到Essale 打工的時候 那跟各位講一下喔 以以往的你們學長姐的經驗是這樣 真的如果我們又在打工的時候 你會發現 對 學這門課實際是相當的好 以後對你的工作絕對有正面幫助 喔 OK 喔 等等 大一上過 大一有上過課 喔 不熟 好 反正我大概看一下喔 那再來的話呢 對於跨域的部分呢 有沒有了解 有很多還有提到Fintech 因為 氣管系 那什麼叫Fintech啦 我想各位也可以查一查啦 因為現在所有的金融業喔 都跟數位有關的 所以現在有一個數位金融的這個領域啦 也就是說 現在有個問題 像我最近在外面 企業上課 我發現很多來上課的 都是金融行業的 他們本來不需要學程式 但是突然之間一定要學會 為什麼因為職場上面就是要求會要這個東西 那他們以前在學校有學嘛 沒學 但怎麼辦 硬著頭皮一定要趕快學會 那你們還好 你們是已經 已經讓你們先學習了 也就是說象徵至少你的機會 會比別人多一些些 OK齁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學校也是用心良苦啦 希望你們可以多做一些事情 什麼跨域 東吳 好 好 那其他的 好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有一個 對各位的一個基本了解 我的結論是 大家 需要再多努力一些些啦 還有呢 我知道說大家的程度其實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也會希望可能可以降低標準 所以 心態上面 會慢慢需要調整 因為我昨天是在企業上課 那 在這裡其實也不是說不需要準備 是要準備一個心情 就是說 我盡量 怎麼講 有點像 不要太在乎一些事情 不然的話 我也會影響我的一些情緒 盡量 可能降低我的標準啦 也不是說各位的程度不是那麼好 而是說 可能你們需要再提高一些些 OK 好 那今天的話呢 大概就是先 開 先做個問卷 那待會的話 我會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門課程到底要講哪些東西 那我們這門課程喔 程式設計前面加個基礎啦 意思是說 不要上的那麼困難 但是程式又不是不可能那麼簡單 怎麼辦呢 要想一些辦法 那也不能說太理論的 所以我盡量呢 會用很直接的生活的 應用的實際的案例 然後透過案例 怎麼樣去解決問題 跟各位做後面的說明 反正後面就是會給你一個問題 如果你遇到這個問題 你該怎麼解決 那大部分如果沒有學過程式的人 就是土法鏈鋼 土法鏈鋼最常用的就是Ctrl-C Ctrl-V C 應該知道Ctrl-C怎麼吧 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 那你知道 因為現在大數據的年代了 資料量如果幾十萬筆幾百萬筆的話 那你貼到哪個時候才能貼完啊 所以喔 永遠會做不完 這個概念的話 當然不是只有你們會遇到 你們的父母親也應該會遇到 所以喔 如果你把今天你在學校上課 跟他分享 他應該會蠻開心的 之前我記得就是說 你們的學長姐 曾經有寫心得跟我講說 他回去跟他媽媽講 他媽媽跟他講的話 我還印象非常深刻 他說你在學校 其他科目不會沒關係 但是這門課你一定要給我學得好 他說因為他是切身之痛 他說如果你會這些東西 哇你的工作會非常輕鬆 你就不會像我一直要加班了 OK 所以大概是這樣 我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 Excel 那Excel Excel其實為什麼要挑Excel 因為目前在職場上 用的最多的一個軟體 就Excel 也就是電腦上如果沒有Excel 那一台電腦就真的怎麼用 所以很多人不會用 打開找不到Excel 他現在不會工作了 所以這個普遍性是存在的 那至於說呢 我們這門課要怎麼去陳述 大概分成幾個階段 我會一 我大概介紹我自己 OK 我是誰 其實我也是Nobody OK 當然為什麼會找我 總會有一個原因的 第二個 我們有一些參考用書 第三個呢 課程大概簡介一下 大概有 我把它分成五大類的函數 因為我們有兩個學期 所以呢 也許五大類大概拆成一半一半吧 OK 然後會有一些實際的案例練習 那我是誰 其實我之前會秀一些我的簡歷 但後來沒有人會記得 後來我發現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去Google Google如果可以被Google到的話 那表示你是存在的 OK 如果你的名字 你Google是第一個的話 那恭喜你 你是很厲害的人 OK 你們試試看 你可以Google吳老師 那理論上 你可以看到 第一個或第二個 因為第一個不是我 第一個 不是 第一個可能是我 也可能不是 因為我跟第一個 跟第二個在那邊糾纏 就是說呢 上上下下 常常在變動 不知道 今天是不是 昨天看是第一個 今天看會不會也是第一個 你可以Google這個關鍵字 吳老師的關鍵字 然後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關鍵字 這個網頁第一個關鍵字裡面 等一下 底下還這麼多 吳老師 DVD 麻將心法 OK 看一下 第一名是誰 第一個是誰呢 吳老師教學部落格 這個 點開來看看 吳老師 這是不是我的呢 這就是我的啦 OK 我就不要再賣弄了 OK 另外的話請各位 如果你有來上課的話 請你來這邊簽到 原字大學學生 你把你的學號 今天要學什麼 學這個 所以等一下請你 你來幹嘛 上課簽到 隨便公公也可以啦 如果你不是上課時間 你也可以來隨便公公 那這個也算是跟我互動 的一個成績 OK 所以如果你平常 沒事就簽到 那我最後會統計一下 誰簽到的次數最多 你不要沒事一直亂簽到 一直重複簽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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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面的話呢 我有放一些東西啦 這邊有一些程式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比如說解決什麼 案例喔 等等的這邊 那第一個是我的喔 OK 那第二個是我的 第二個的話呢 這也是你的 沒有啦 我不打麻 我打麻將 但是我沒打那麼大 OK 不過這個 這個吳老師 又一個教學部落格 這個也是我的 這個是我的YouTube頻道 有沒有 這個是我吧 OK 訂閱人數喔 只有一點點而已 三點多而已啦 OK喔 三點多應該才不到 人家的一點點啦 像那個蔡阿嘎 人家都百萬了 對不對 我們才幾萬而已 OK 但是 屬性不同啦 那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 這裡面有播放清單 有一堆我之前上過的課程 總共有 一千多個播放清單 也就是我這個頻道裡面喔 總共上傳了多少個影片 各位知道嗎 應該沒有人會超過我了 我自己看看 我都覺得 我實在是太 這部分實在太狂了 總共有兩萬多個影片 我這個頻道 有兩萬多個影片 好 應該 所以你看我數量就已經贏過所有人了 好啦 那這個大概 因為 好 那另外的話還有啦 這個底下還有哪一個 這個也是我的 吳老師教學論壇有沒有 這個也是我的 吳老師教學部落格 有沒有 同一個logo 還有這個也是我的 吳老師又教學部落格 所以你看喔 一個page有十個連結 有四個連結是我的連結 所以你看 所以喔 這還只是其一的現象 也就是說喔 其他地方喔 我會有鋪天蓋地 你只要找到相關 跟我有關的東西 你絕對不會忽略掉我 但是 他有說廣告 不是我從來沒有打廣告 你可以看裡面的文章 每一個字都是自己寫 而且從來沒有廣告 而且我也從來沒有說 請你來上我的課 真的喔 而且喔 如果有人寫信給我啊 我還跟他講說 你可以考慮 我完全不一定說 一定要希望你來上課 你可以想想看 其實我是屬於被動的 反正我都給你 你覺得OK你就來 OK 好啦 反正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的話喔 我們再來看那個